香甜是口 烧烤必备 在家也能做出大拍档的感觉 为什么你煮的毛豆又黄又蔫 还不入味 只需这两步跟我走起 毛豆用盐水给它洗一下 剪掉两头 这样更容易入味 锅里放入盐 盐需要多放一点 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这样煮的毛豆更绿 而且容易成熟 水开下毛豆 最关键的步骤已经来了 咱捞出来过凉 毛豆捞出来过凉水 会使它更绿 捞出毛豆的原汤 咱们加入花椒 大料 葱姜 盐的都放一些 咱给它调个盐水 烧开之后煮个3到5分钟 使其大料花椒味 葱姜味完全溶解在盐水当中 调料的味道完全溶解在水中以后 来晾凉 毛豆直接控干水 放到盐水里泡20分钟 烧烤必备的盐水毛豆做得了 小酒喝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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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水